商汤及联合实验室两篇论文登上最佳论文候选名单 War Candidate 其中自动驾驶研究论文 Planning Oriented Autonomous Driving 以路径规划为导向的自动驾驶 斩获本届CVPR最佳论文奖 Best Paper War 这是CVPR历史上第一篇以自动驾驶为主题的最佳论文 该论文首次提出感知决策一体化的自动驾驶通用大模型UNIAR 开创了以全局任务为目标的自动驾驶大模型架构先河 标志着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突破 为自动驾驶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 自动驾驶技术高度复杂 需要融合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包括传感器技术、机器学习、路径规划等方面 自动驾驶还需要适应不同的道路规则和交通文化 与车辆和行人进行良好交互 以实现高度可靠和安全的自动驾驶系统 大部分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都聚焦在具体的某个模块 缺少能够实现端到端联合优化的通用网络模型 商汤集联合实验室CVPR2023 Best Paper提出的 自动驾驶通用算法框架Unified Autonomous Driving Unit首次将检测 跟踪、箭图、轨迹预测 占据价格预测以及规划整合到一个基于Transformer的端到端网络框架下 更高效契合了多任务和高性能的特点 取得自动驾驶技术研究重要突破 自动驾驶Unia框架对比A模块化 B多任务模块C端到端自动驾驶模块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绝影智能汽车事业群总裁王小刚表示 Unia是业内首个感知决策一体化的端到端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并且整体系统和性能取得大幅提升 代表了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趋势 这种端到端的优化在多项关键技术指标上超越了SOT 比如,多目标跟踪准确率超越SOT20% 车道线预测准确率提升30% 预测运动位移误差降低38% 规划误差降低28% 创造历史 商汤联合团队斩获CVPR最佳论文 推出首个感知决策一体化自动驾驶通用大模型 Unia是一项极具创新性的自动驾驶技术 且因其具有很大的潜力 和应用价值 目前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关注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AUGI引领的二次革命的到来 以此为基础 期待在未来能推动实现更高阶的自动驾驶人工智能 CVPR2023最佳论文候选 加速推动AAC时代真实感3D内容生成 面向真实3D物体的感知 理解 重建与生成是计算机视觉领域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 由于缺乏大规模的真实扫描三维数据库 最近在三维物体建模方面的进展大多依赖于合成数据集 为促进现实世界中3D感知 重建和生成的发展 商汤集联合实验室 CVPR2023 Best Paper后选论文 On the Object 3D Large Vocabulary 3D Object Data Set for Realistic Perception Reconstruction and Generation提出了On the Object 3D 一个具有大规模高质量真实扫描3D物体的大型词汇3D物体数据集 覆盖近200个类别 约6000个三维物体数据 包括高精表面网格 点云 多视角渲染图像和实景采集的视频 基础专业扫描设备保证了物体数据的精细形状和真实纹理 On the Object 3D是目前学界最大的真实世界三维扫描模型数据集 为未来三维视觉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利用该数据集 研究人员精心探讨了点云识别 神经渲染 表面重建 三维生成等多种学术任务的鲁邦性和泛化性 验证其从感知 重建 到生成领域的开放应用前景 有望在AXE时代推动真实感3D生成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持续引领前沿创新 是商汤在以大装置Sense Core和大模型为核心的AI基础设施领域长期投入 并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成果 王小刚教授认为 在大算力 大数据的支撑下 大模型将以更强大的通用能力引发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大变革 同时也会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 激发新一轮研究范式革新 自今年4月初商汤日日新Sense Nova大模型体系公布以来 商汤的大模型已在气象预报 摇杆解议 开放环境中的决策问题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性成就 未来 商汤将继续与产学研各界共同拥抱和探索大模型带来的范式革新 为AI的前沿探索开拓新方向 获新路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